接下來是曾團大里長 市長 市政局長官 各位里長 各位貴賓 我的建議就是 公共住宅很重要 但是交通也很重要 有關捷運方面 R3捷運站跟R4捷運站 R3捷運站B出口 到現在也還沒有講妥 別人到時候又像R4捷運站 因為分配民宿腳不攏就要廢彈 這個是很可惜啦 因為其實廢彈的原因就是 民宿分配腳不攏 其實99%的人民都贊成做捷運 那廢彈是很可惜 因為行政院已經不定了 如果說希望市政府能夠繼續 跟R3、R4捷運站的溝通 如果真正的溝通沒有辦法的話 R4捷運站有一個期待方案 就是愛立斯跟西八個中間的一個 二十多公尺的控制 可以做出入口 還有 中有公園已經做好出入口 有一個出入口跟通入口 又一直出入口 所以有一個方案 為了正式經濟 出地交通的繁榮 解決交通主帥的問題 可以檢視政府或跟郭忠學家 謝謝 趕快來就謝謝 謝謝 那我們因為議程的部分時間限制 那我們等一下曾騰達理長說明完畢之後 後面的部分我們就列入書面的地方 然後我們請相關局處的部分來做一個處理 那是不是現在我們請曾理長的地方做說明 然後其他後面的已經登記了 我們會列入書面資料 謝謝 沒關係 柯市長 等一下保留公園我幫你解位 如果沒辦法解位的話 你請你把那個行政中心不要過來 那就等一就好了 對不對 加入局長 你剛才講說大道路有四線道 真的騙得很大 如果不是騙得很大 你來現場看一下 他停車 他可以走行走 車子可以走嗎 不可以走 你停的話 他走多少公尺 最多是二十而已 他那一棟大道路 他樓梯下來就是馬路了 那你叫他要怎麼下來 一下就碰到車子了 所以說這是騙人 當然你還沒有了解到這個大道路 我上次已經講過說那不是四線道 那你機車如果走的話也是沒辦法 所以說你這個大道路 所以說四線道也要稍微 那個規矩 糾正一下我大道路 對不對 大道路的立場唱叫 李長 有沒有四線道 沒有 對啊沒有四線道 你自己怎麼講怎麼做也沒有四線道 沒有四線道 我沒有歡迎說那個公仔是下降 但是我知道我是盡量配合四福 但是你這個 我從一百年四年到一直澄清到現在 還是沒有把我改善 還是一樣 所以說我現在今天 我一定要站出來講這個事情 因為你簡單的話 我還是蠻可以 把那個戶數的 一房兩房三房那夠戶的 但是你不能用說全部捨在大房三個房子 大戶的 那小戶的沒有的話 那不是一樣也這麼多戶 不是應該以平均的 一戶的一房兩房要以平均的 才可以的 啊那個 那個 這個 大神體的理想說 公也好 保六樓 那不會錯 你把行政中心移到 我們長照 就是醫療大樓有沒有 衛生機有沒有看到 我們大大陸這邊 那個衛生機的 一樓 五樓 六樓 七樓 八樓 那個長照中心 醫療中心 你射到 新屁的道路 新屁的中間的道 新屁道路上的話 那不是很好嗎 那把行政中心移到這個 移到這個 那個 醫療大樓這裡面 不是得了嗎 那保六公園 那保六公園 不是完整了嗎 你對不對 對 我是這樣 我替抗市長解位 你還要相信嗎 所以說你把這個事情 你要感謝我才對 對不對 這樣就好啦 還有那個 記得 這個 醫療大樓 長照中心醫療大樓 一定要 醫療中間沒錯 蔡有辦法請問 謝謝 我最簡單的 最重點是在這裡 謝謝各位媒體 謝謝 那後面的部分 我們會列入書面 那是不是請 都辦局長這邊 我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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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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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位先生說 把這個量體減半 那把剩下的量體 移到大安公園去 那你們都沒有回答 這一點 請你們回答一下 就是說這個地方量體減半 那把多出來的 移到大安公園去 那把多出來的移到大安公園去 市長 你們都沒有回應 都沒有回應這個 這個問題 我有登記啊 你要讓我講 不能說要書面 這樣對我們是不公平 如果沒有議長出現的話 我明天開始 對不對 給我講一下 來來 我給一下意見 開會開的是 沒有什麼結果 我 我 我清楚的 跟蔡理長 你要結束了嗎 是不是 蔡理長剛剛說 要我爆壓